地处洛杉矶闹市区的百年老店巴尔摩亲戚酒店 11月30日举行了隆重的圣诞树点灯仪式 该酒店已经有了93年圣诞树点灯的历史 今年的点灯仪式增添了中国元素 点灯仪式前来自当地社区的各族裔代表 以及外周和世界各地的近千名来宾齐聚一堂 观看了具有节日特色的文艺表演 洛杉矶阳光学院的小朋友的开场舞 中国女孩的古增演奏 精彩的古典芭蕾舞 以及手风琴伴奏的西班牙斗牛舞 中英文歌曲演唱 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我一直在两个年载历史上 这就是像回家的返回家 我正在前面的中国大众 我今天我加入了公司 我认为它是非常棒的 我们有多的养股养 这就是最后我们做到的95次 我们很幸福的 我们的旁边 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 dignitaries 今天 我们会表现 我们的95年载 点灯仪式在酒店大堂举行 20英尺高的圣诞树高耸大堂中央 圣诞树下寄居的孩子们收到的圣诞老人提前分发的礼物 等待圣诞树点亮的一刻 洛杉矶郡郡长Catherine Barger代表 酒店负责人状在点灯仪式上先后致辞 热忱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 提前预祝所有来宾们圣诞假期快乐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发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